109 新華澳報 推動動漫發展打造小女中心 2015年7月15日 P03石家台曾觀生創意產業包含很多領域 漫畫業是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澳門 本地動漫創作起步漫發展漫 不過特區政府提出發展民創產業 令本路動漫業界燃起希望 如今年互聯網的興起 帶來了新的動漫產業發展機會 擴歡了本號動漫的市場 隨著動漫產業不斷演變出新的業態 動漫產業或是本路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重要元素 業界 起步漫發展漫漫畫歷史流暢 現代意義的漫畫亦有近百年之久 在電影發明後不久 有有料動畫影片 在現代文明社會中 大概沒有哪個人沒有看過漫畫和動畫 以下並稱為動漫 特別是近二、三十年 動漫已經從兒童少年毒物發展到老少咸二 常在公共場所看到四、五十歲的人 與兒童少年捧著同樣的漫畫書看得津津津有眉 電影院放映動畫片時 成年觀眾更比兒童少年多 在澳門 本地創作漫畫的歷史不長 動漫更是近十多年才起步 據業界人士介紹 現在澳門的動漫業尚未發展為一項產業 甚至不能當作一門職業 只可以作為一種業餘興趣 現在澳門同人漫畫家連同本身從事廣告設計的漫畫家大約有一百人 沒有一個是全職的 甚至連兼職也稱不上 他們從事動漫創作多是義務 自知的性質 這是因為澳門缺乏足夠的平台及發表管道 即使向報章雜誌投稿 篇幅亦比較少 所以當年來造就的本地人才不多 比較有成績的與阿正、曹長紅等 他們的作品亦多見於海外 其中曹長紅於上世紀錄 七十年代在香港 中南亞的報章發表過作品 澳門市場小 缺乏資金來源 亦沒有專門的發行公司 出版漫畫常會規本 而且漫畫市場因爲電子產品日益普及而逐漸萎縮 業界人士指出,澳門的漫畫作品平均一連環推出不到一本 曾有漫畫家推出過一本漫畫 到推出第二本卻已是數年後的事 人才方面,業界人士覺得澳門並不缺乏動漫人才 只是澳門的人才多數會到內地、香港、甚至海外發展 留下來的,例如一些娛樂場的廣告宣傳動畫製作人員 以及本土3D動畫圍文的製作團隊 都是這方面的人才 不足的是,澳門雖有開設多項關於動漫方面的課程 但卻沒有提供實習機會 以至有至於這方面發展者亦難以投身於這行業 而澳門漫畫的題材,與其他地方不同 題材都有作者自主,沒有出版社作為主導 以至於題材比較多樣,既有愛情故事、鬼故事 亦有四格動畫,如宣傳短片、廣告等等 總的而言,澳門的動漫業是一場馬拉松長途跑 業者付出的翠了時間和汗水,還需要無限的毅力和努力 近年來,動漫業界亦有參加過一些活動以推動行業發展 如廣州舉行的A.C.G.瑞港澳動漫遊戲展 在台灣舉行的世界漫畫家大會及第二屆澳門國際動漫節等等大型活動 他們亦積極參與 業界人士透露,澳門的動漫業雖然只在萌芽階段 但過去亦曾獲得不少獎項,如內地的金龍獎與美侯獎等等 這時對業界的一大鼓舞,近年亦有很多關於動漫的展覽選擇在澳門舉行 入前第二屆澳門動漫博藍會於威尼斯人會展中心展覽成功舉行 本地漫畫家希望活動能推動本澳動漫賣進產業化 並為市民帶來歡樂 有參展者稱,本澳有不少人參與動漫創作 但每件作品由構思到製成的過程中,會因為環境及宣傳因素而影響動漫創作發展 他認為作為澳門人,首先要愛護及尊重本土作品 也有來自內地的參展商稱,本澳的動漫節氣氛良好 認為兩地的動漫發展,形式及風格各有特色 期望值活動尋找合作機會,澳門人長久以來對本地動漫發展不表樂觀及缺乏信心 業界希望藉由這些活動發聲及對外宣傳 透過這些平台發掘創作人及讓他們的作品得以發表 使他們對動漫創作的一團火不會熄滅 動漫無國界市場機會多在內地 動漫產業仍屬於朝陽產業 各世分子行業也大多處於快速成長期 根據文化部的資料,近年動漫年產值接近一千億元 近三年年複合增速高達百分之二十七點三 其中大部分是由動漫衍生品和主題公園所貢獻 產值過億的企業不斷增加 而動漫播影市場的規模超過一百億元 衍生品市場規模達到二百二十億元 未來三年複合增速分別為百分之三十七和百分之二十 呈加速增長態勢 以作為衍生品重要組成部分的動漫玩具市場規模約一百一十億元 年複合增速百分之十八點五 可見,中國動漫產業整體上方輕微艾 未來幾年仍將保持快速發展勢頭 內地業界分析指出 考慮到國內所處的發展階段和龐大的消費群體 未來三至五年動漫產業依然很難看到天花板 且市場擴容的驅動力在不斷增強 上游內容端成功動漫形象的粉絲群體進一步擴大 如賽爾號、喜揚揚等 新的形象不斷湧現 如紅出沒、海能等 圍繞IP的中游端有很大畫掘空間 衍生品、遊戲、大電影、授權等相關產業規模再擴大 下游媒體的播放形式多樣化 新媒體興起,仍來了移動互聯浪潮 國內影員數量增加且快速下沉 使得動畫、遊戲內容市場規模擴大 下游衍生品管道重整 下沉中 即使是目前產業管道最完善的 狗非動漫玩具也緊基本覆蓋一二線城市 還再向三、四線城市拓展 經銷商數量增加 區域深間製作環有較大空間 將推動衍生品市場擴大 動漫企業產業鏈拓展中 文化產業化與產業文化化並存 如內容端較強的深圳華強向下游拓展 管道、媒體較強的狗非再強化內容實力等 都為市場帶來增量 內地環擁有全球最大的動漫消費群體 目前十四歲以下的核心動漫消費人口為2.23億人 分別是美國的3.6倍和日本的13.5倍 但由於內容競爭力、發展階段及文化理念等因素 國產動漫在兒童心中地位還不高 從海外歷史經驗看 動漫產業從幼稚走向成熟的過程 是從兒童拓展到成人 從國內走向海外的過程 內地成人市場具備實際需求 但國產動漫的空間有待打開 據文化部門資料 內地動漫產業未來5至10年內必然1000億元以上的規模 較目前至少有3倍的成長空間 動漫無國界 從歐美和日韓等國家來看 動漫產業帶來很多的市場機會 首先是動漫遊戲市場 如遊戲、動畫、漫畫在日本動漫產業中就是相互促進 協同發展的關係 代表性的作品有海賊王、火影忍者等 近幾年遊戲產業率先迎來爆發期 尤其是手遊市場 規模以百億元億元計 年幅合增速超百分之五十 不乏優秀的產品 且收購兼並頻頻 引起市場的熱捧 部分動漫企業也計劃向此領域拓展 在嚴控市場風險的前提下 可推進動漫泛娛樂發展戰略 又能逐步培養更高年齡層次的客戶群體 按照其他地區經驗 漫遊活動具備一定可行性和協同性 主要體現在 一遊戲與動漫的部分製作人員可以靈活調用 如美工 而優秀原創的動漫形象可以授權到遊戲想吸引用戶 並且以版權的形式保護遊戲的智慧財產權 優秀的遊戲也可培育之名的動漫品牌形象 擴大受眾範圍即一方的強大將帶動另一方 其次 建立動漫類主題樂園品牌 動漫類主題樂園是未來主要的實境娛樂平台 美國的迪士尼樂園是典型的標竿 每年的營業收入可達130億美元 營業利潤率接近15% 其中可涵蓋衍生品、形象內容、娛樂專案及商業化授權等多種形態 突出娛樂性、參與性和體驗性 吸引各年齡層次的消費者 形成合家歡效應 將品牌的商業價值最大化 目前在國內已經有基本的初型 比如澳非動漫歡樂王國 視國內人戲最旺的兒東式 戶外體驗式兒童動漫主題樂園 自2011年已在青島、廣州、天津等多個城平均 每年舉辦4至6場 單場一般歷史一周 分為夢幻魔仙、超級英雄等十大主題 以及三十多個合家歡遊戲專案 將活潑鮮明的動漫形象以及動畫場景融入其中 結合動漫衍生品銷售 年超過三十萬個家庭參與其中 直接參與人數超過六十萬人次 單場最高參與人數超過十萬 開創了中國兒童兒動樂園的先河 澳非歡樂王國在全國懷有很大的擴展空間 每年舉辦的貧次也在增加 未來隨著產業鏈預加原備 內容形象愈加強大 澳非也有可能在此領域形成新的利潤增長點 另外,深圳華強文化科技集團的 方特系列主題樂園也有較高的影響力 公司早在2002年就提出發展高科技主體樂園的遠景計劃 目前已形成方特夢幻王國、方特歡樂世界和方特影視樂園三大板塊 在廈門、山頭、毛湖等多地投資建成超過十座主題公園 預計平均每個園投資二十億元左右 接待遊客達二百萬人每年 收入超過兩億元每年 集文化、科技、旅遊、商貿等為一體 將顯創意及智慧財產權實力 也為當地經濟增長造出較大貢獻 此外還在積極拓展海外市場 如在伊朗伊斯法罕、南非及烏克蘭等地均有專案落地 本號正在打造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其中較大的短板是缺乏主題樂園 主題樂園是城市建設與文化娛樂相融合的表現形式 而動漫類主題樂園較為適合本號的環境 特區政府應鼓勵各大博企娛樂公司積極發展 引進世界各地的動漫人才 培養動漫娛樂人才 立足本地 面向以內地為主的龐大遊客資源 打造本號的主題樂園品牌 互聯網加動漫或帶來本號機會不容之以 當前互聯網產業的發展正積極影響著社會的方方面面 也開始顛覆一些傳統行業的運營模式 尤其是在網速不斷提升 上網支費下降 移動設備 智慧手機等 加速普及的趨勢下 移動互聯消費習慣再形成 內容對平台支援的重要性突顯 具備巨大的市場潛力 在此背景下 動漫作為重要的娛樂外用表現形式 處於價值鏈的頂端 與互聯網結合成為必然趨勢 首先 互聯網可以吸傳統動漫帶來的無限可能 互聯網家的大背景 則吸料從事動漫生產的企業 工作室甚至個人更廣闊的發展機會 互聯網時代對小微初創型動漫團隊是非常好的契機 因爲以前動漫的管道只有雜誌、電視等傳統媒體 門欄非常高 而現在有了互聯網 它們的作品可以登上視頻網站 登上微信 登上手機應用 它們的市場很快打開 其次 打開了新的市場機會 如手機動漫市場就潛力巨大 在日本的動漫市中 2005年後取得3G服務增加 供給端平頸打開 手機動漫市場進入加速發展階段 到2008年規模已突破300億日元 年幅合增速超過140% 成為繼手機遊戲 手機音樂之後第三大無線增值服務等等 其3 動漫創作本身有很大的產業鏈延伸空間 除了傳統的出版漫畫、動漫卡通片、動漫電影市場 還有龐大的授權市場 國際上著名的動漫企業或產品的授權收入均比較可觀 如美國迪士尼每年的消費品收入近30億美元 其中授權佔較大部分 與全球3,000多家授權商進行了合作 銷售商品種類超過10萬種 而日本的皮卡丘在全球共有1,122家公司製造 銷售期衍生產品 在國內版權價值就高達1,000億日元 熱門動漫電影汽車總動員授權產品產值也達到50億美元 據了解 國內最具影響力的品牌起洋洋衍生產品已有400多個門類 對應產值預計以超過10億元人民幣 是國內品牌授權的典型代表 在互聯網時代 動漫產業正在發生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跨產業、跨平台運作 行業的發展已經脫離了傳統的動畫和衍生品產業鏈平台 向互聯網平台、實景娛樂平台賣盡 且產業資本再加速流入 具體體現在 一隨著互聯網產業的崛起 而動終端使用者增多 電視動畫、動漫電影及遊戲等內容的擴散管道增加 動漫與互聯網結合成為發展方向 而傳統的衍生品管道發生變革 電商銷售的佔比再提升 三動漫內容、舞台劇及形象授權為建設主題樂園打下基礎 四一些傳統動漫企業推進化娛樂化戰略 開始注重提高用戶體驗來擴大品牌和產品的影響力 動漫產業作為文化產業重要組成部分能夠產生可觀的經濟價值 而優秀的動漫作品更具有滋潤人心的社會價值 動漫產業隨著新媒體平臺的不斷完善 得到了更廣闊的發展平臺 在傳媒體互聯網家動漫之上,本澳動漫能否有新的發展機會? 不者認為,雖然本澳動漫產業起步慢發展慢 但互聯網時代之下,其實全世界都處於基本相同的起跑線 我們應該跳出動漫產業本身來尋找動漫產業發展機會 其一,蠟燭本澳濃厚的中西文化特色 創作有競爭力的產品進入內地動漫市場 內地動漫產業的市場消費力是遠遠超出現有內地動漫產業生產力的 現如今,網路級廣大動漫為提供了更廣闊的獲取平臺 因此,本澳的動漫產業缺乏的並不是市場 因為內地以及鄰近地區市場的消費力其實相當龐大 決的是有競爭力的產品,只有產品的競爭力上來了 本澳動漫產業的發展才能步入正軌 其二,本澳動漫業界希望能有更多平臺 增加發表本地作品,希望能定期舉辦有關的展覽 吸引投資者,更希望政府能牽頭帶動行業發展 將動漫業推向產業化 一方面,如常所述,隨著互聯網產業的崛起 動漫內容的擴散管道可以說是無限增加 但本澳型揭發合式的平臺令本地動漫作品讓更多人喜歡 另一方面動漫要發展成為一項產業 政府的支持是很關鍵的 特區政府有意推動動漫行業發展 多份施政報告亦曾提及相關話題 但多年來一直指紋樓梯響 未有政策措施得到具體落實 不者認為,特區政府首先應在民創基金下 實施原創動漫扶持計劃 以專項資金扶持趨生本好的動漫創作 其次對動漫業界相關企業實施稅收優惠 降低動漫企業稅收負擔 為動漫企業營造更好的市場環境 如對動漫企業進口動漫開發生產用品 實施免徵進口稅收政策 再次,踏見動漫公共技術服務平臺 動漫後期製作的特點示好之大 對設備要求高 但製作單個作品須佔用設備的時間並不長 動漫行業內大多數是中小企業 無力單獨構置設備 搭建動漫公共技術服務平臺 可提高平臺設備的服用率 使得一筆投資可以滿足眾多企業內容製作的需求 其三,本路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當中博企發展非博彩元素是重中之重 但博企如何發展非博彩元素? 怎樣發展非博彩元素? 發展那些非博彩元素,可能相當部分博企並無目標 甚至是虎無頭緒 特區政府也抱著自由市場經濟思維不干涉、不引渡 不者認為,推動動漫產業,並以動漫創作的內容發展主題樂園 或者可將這些問題迎刃而解 本號具有中西文化合璧的優勢 當今世界在動漫產業中,發展最快的是美國、日本動漫 它們近年也創作了不少中國風動漫作品 如美國人造出了花木蘭功夫紅貓等作品、風格、樣式 主題內容都是中國式的 唯獨動作、表情表演、人物性格塑造、故事架構、文化表達等 依然是美國式的 本澳美之博企具有將這些動漫作品人進澳門的有利條件 並將這些動漫內容、舞台劇及形象授權透過重新創作 為建設主題樂園打下基礎 中華民族文化元素豐富多樣 如何將其充分運用 乃至滲透進本土動漫作品 是本澳動漫業界應該思考的問題 如果本澳業界創作出一個優秀的動漫作品 並在國內外打響品牌 也可成為主題樂園的創作內容 上述兩個方向 只要打造出幾個成功的品牌 本澳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或可珍惜不少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